中国防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防疫与复工复产两不误 中国政府出台多种政策 帮助受影响的企业度过难关 多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和高度评价 墨西哥宇宙报报道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中国许多医护人员自愿坚守在抗疫一线 面对患者的大量涌入 湖北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 在身穿防护服的情况下 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坚持超时工作 尽管困难重重 但是政府不断给医院提供物资补充 各地企业也纷纷捐钱捐物 不少市民自发送来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帮助和支持医护人员 有医护人员表示 目前我们面临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为了控制疫情 所有人都应配合政府的工作 并支持医务工作者 俄罗斯的俄罗斯报报道说 自本周起 中国大多数地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开始复工复产 不少互联网或科技公司开启了线上办公模式 鼓励员工在家中上班 中国是如何做到复工与防控两线作战有序进行的 据了解 为消除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以扶持企业发展 例如通过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 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困难 文章指出 中国有举国体制的优势 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英国路透社则关注了中国的网上购物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为减少出门 不去人群密集处 很多中国民众选择网购蔬菜 食品和日用品 今年春节 某电商巨头的蔬菜 鸡蛋和大米的销售量 与去年春节相比 平均激增约300% 不少快递员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返回工作岗位 北京市的一位快递员表示 物流配送是自己的工作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里 能保障人们正常生活 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多家公司还推出了非接触式送货模式 保证配送员和客户不面对面接触 减少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西班牙的国家报报道称 由于疫情拐点未到 中国社会的整体节奏仍然缓慢 出租车司机 外卖送货员 便利店老板等人的收入 受疫情影响较大 许多外卖平台也遭到了重创 不过中国政府向这些企业发出呼吁 不要在疫情期间实施裁员 政府将采取加强社保支持 提供低息贷款 调检税收等措施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在北京 政府将向不裁员的企业提供补贴 公司也将为员工提供补贴 来补偿收入损失 拮换的